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观看一下 首先在这边是视觉 就是仪表板的部分 这个呢 资料第三个就是关联 您看这个图示就关联 而且很棒的地方 很棒的地方就是 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 里面的 某一个栏位名称 跟这个资料的某一个栏称 它已经建立关联了 我建议各位 当我们谈到关联的时候 最好是把那个栏 就是资料表 资料表里面栏数 最多的放在中间 例如说 这个订单 它总共有几个栏位名称 是不是很多个 有没有比销售人员多 有没有比退货资料表多 有嘛 所以我们先把它摆在中间 然后接下来呢 你去看一下 我邮表移过来的时候 移到这条线的时候呢 你有没有发现 它会告诉我说 销售人员的地区 跟订单资料表里面 的地区 它其实已经建立好关联了 而且这是电脑自动 帮我们建的 那这边是不是有个订单ID 是不是可以跟这个订单ID 建立关联 好 有没有移过来 有看到吗 您千万不要刻意想要把这条线 翻上来 翻到这地方 翻不动 我觉得这边它做这个关联的呈现不是很好 好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邮表移过来 有看到啊 这个订单ID 它是一 它跟什么 它跟订单里面的订单ID 是多 这个是多 多看得出来吗 这个新字号 好 这是一对多的关系 这样关联就建立好了 有一个根本就不是你建的 建立关联怎么建立 就是直接按住它 拖曳过来 好 不要这个关联滑鼠右键删除 那在线上面点删除 要在线上面点删除 用右键点删除 好 那就麻烦请你们 就是把这个关联进行好 怎么建立 按住它 拖曳过来 就建立关联了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建立 关联 很单纯就是拖曳 有关联系 对 对 谢谢大家